而且他們是在 很特別是在棒球場 我有一個疑問想問 就是五月天是不是他們的演唱會 要未滿18歲的人都不要去 也是 因為他們 他們這次特別邀請到了JJ林俊傑 就比較 一起唱黑暗騎士 就是大家都老少皆宜這樣子 對 但是到後來就沒有老少皆宜 就不知道了 是嗎 他們到底聊了些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追著林俊傑驚喜現身五月天演唱會 現場尖叫聲不斷 和阿信兩人互標高音 完美對唱歌曲 黑暗騎士 首次在本次巡演上合體演出 讓2.4萬名歌迷驚喜不已 不過林俊傑一出場 尖叫聲特別大 阿信棄粉絲 窩裡粉 然後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全部都交給JJ 好 別走 別走 我知道你們要去哪裡 我知道你們要去後台 打傳說對決對不對 沒想到馬上 為林俊傑爆料打手遊 笑翻所有粉絲 而阿信看到大月亮 也突然要追追加碼 我愛你又幾番 你去看一看 你去想一想 月亮代表 六月天 月亮代表我的心 超強轉音 外加臨時改編歌詞 男男深情對唱 讓全場嗨翻 大家好 我們是 六月天 這對是五月天 自桃園開場以來的首位嘉賓 歌王實力和天團完美搭配 讓歌迷直呼 這一晚真是賺到了 TVB的新聞 莊佩文 劉宇清 桃園報導